古人留给我们的未解之谜太多了 历史上第一尖熊的曹涛真正的墨学到底是哪一个 当然围绕在一个女人身上的谜团至今引人下下 以至于有很多导演抓住了这个情节来看脑洞 而这个人就是四大美人之一 擅作霓裳与衣武的杨玉环 陈凯歌导演根据日本小说家 木枕墨小说改编电影《妖猫传》中 由张荣荣扮演的杨玉环 一改之前的演员妖媚的影响 给人端庄慈悲 十分舒服的感觉 也是小编最喜欢的一版杨玉环 在马威夷上有一个情节 面对军队的咄咄逼人 日本官员想带杨玉环逃到日本来躲避杀身之户 杨玉环含着泪为了救皇上不肯答应 而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从历史记载上看 杨玉环确实是在马威夷被逼无奈 自义而死的 但问题来了 杨贵妃的尸首 怎么可能不翼而飞 再就唐书中 关于杨玉环的尸体 安置问题一字未提 新唐书肯定重新进行了考究改良 可还是没有详细的情况 宏一的说法 只提到 要被唐玄中是若归宝的香脑 白居易在七美的长寸阁里开的脑洞是 杨玉环本就是天上仙子 肉身散去 与化成仙罢了 只留下了香妙 让唐玄宗以此来怀念的 这当然是不科学的 所以另一种猜测来了 在日本的山口县 有一座干净简洁的坟种 当地人口口相传 是杨贵妃安息的地方 大家可能会有人生气了 韩国跟我们真孔子 争端武杰的起源 怎么日本也开始跟我们这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争东西了 大家不要气 日本人并非和韩国人一样存在私心 恶意和我们争 他们更多的感情是崇敬和佩服 从建筑风格相仿的京都 甚至有一个地名都叫洛阳 他们对中国的大唐 是喜爱又尊重的 肯定不会去争 所以这也加深了这个说法的可信度 建真东度 可以在日本和中国来回穿梭六次之斗 这说明党时唐朝的造传术 还是十分发达的 那杨贵妃死里逃生 千里迢迢逃到日本的可操作性 和可信度更是增加了不少 而且当地人还说供奉的那两座佛像 还是玄宗专门派人远渡重洋 给杨玉环送的 中国这座杨玉环陵墓 经过专家的开采和挖掘 那其实并没有发现杨玉环的尸首 只是做名不副实的衣冠种罢了 也有不少的日本民众口口声声 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 其中甚至有家喻户晓的明星山口百会 现在杨贵妃已经先是那么多年了 鉴定根本不可能 也只能任由他们这样说了 其实不管杨贵妃真正的墓穴身在何处 当面对士兵们的步步紧逼 面对军盟掩面就不得 面对天下人都认为 自己是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时 一个女子的内心 该有多么的绝望和悲凉 古时候总把女子称作红颜祸水 其实很多情况下 是那些帝王掩盖自己的软弱无能 心若无尘